哈林市长魏嘉贤14号协同市镇参访团出席日本圣岗市 山车休计庆典并在八番通的街道采接游行 而魏嘉贤表示圣岗市连续两年因为疫情影响停办山车游行 今年算缩减到只有两台山车 但看到现场群众夹到欢迎的热情 充分印证了文化传承 对于城市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文化才 花莲市公所市政参访团 由市长魏嘉贤带领出席八番公秋季仪式 见证圣岗市的山车秋季庆典 市长表示看到群众的热情参与 以及工部门和民间团体攜手推进 深切让人体悟到文化传承 对于城市而言是很重要的文化才 今天第三次来到圣岗市做相关的造访 拜访 那我们也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圣岗市的精心安排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山车跟这里的人民 有非常热情的欢迎 那我们也期盼疫情真正结束之后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来体验一下山车文化 跟在地的文化魅力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把花莲市跟圣岗市的一些 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的交流 能够持续来推展 那未来也会把它放入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市政的一个政策里面 希望有更多的民众都能够了解到 也希望下一任市长能够逐步的 也能够把姐妹市的一个联谊 能够继续交流下去 让城市跟城市之间能够更有浓厚的情谊 在八帆工前市长魏嘉贤参访团一字排开 接受圣岗市长古藤玉民市议会议长竹田浩九 还有圣岗山车推进会会长林布正南的祝福 一行人随即沿着八帆通一路往下 古藤市长也沿路向街道两旁的市民介绍来自花莲市的朋友 圣岗市民也纷纷向魏市长等人热情交呼 拍照记录历史性的一刻 市长魏嘉贤表示圣岗市能够把超过300年以上的文化传承至今 主要是在于世世代代的重视 无论环境多么艰困险恶 文化传承还是民族最重要的使命 魏嘉贤也表示 每个族群都有他们的文化历史背景 每个族群的文化也都该受其他族群的尊重 传承是族群文化绝对必要的存在 大话的新闻综合报道